鸡蛋 鸡蛋清来敷脸 据说还具有很多的功效 接下来就跟随本期的影片 让我们一起深入地了解一下鸡蛋清敷脸具有什么好处吧 一、蛋清的营养价值有什么? 蛋清中含有水分、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 建议患者适量补充蛋清 蛋清属于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 适量补充蛋清可以获取自身工作学习过程中所需的营养 维持人体消化器官、代谢器官基础活动 避免出现营养补充不足 影响人体生理活动 补充蛋清时需要把握好补充量 但不建议与红薯、肥肉、炸鸡、炸鱼等难以消化食物同吃 以免加重人体消化器官负担 若自身免疫器官对蛋清中成分产生过度反应是不建议吃的 以免出现过敏性疾病 需要分离蛋清的话 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准备一个干净的空塑料瓶 先用手捏一下瓶身 再用瓶口对准蛋黄的位置 松开手蛋黄就被吸进塑料瓶里面去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二、常用鸡蛋清肤脸 一段时间后 这五个好处或不请自来 了解一下 易驱痘 因为鸡蛋清可以有效抑制皮肤出油的情况 痘痘是皮肤油脂分泌过往所引起的 所以鸡蛋清肤脸可以有效抑制皮肤出油情况 从而有效去除痘痘 驱痘除了肤肌蛋清面膜外 还必须戒除辛辣食物 少吃甜食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才能有效去除痘痘 二、收缩毛孔 鸡蛋清肤脸能够帮助收缩毛孔 改善毛孔粗大的情况 蛋清具有很好的颈肤效果 毛孔粗大主要是因为皮肤组织长时间 被胀大后失去弹性所致 所以常用蛋清能够帮助补充皮肤组织营养 恢复弹性 从而紧敷收毛孔 三、消炎杀菌 鸡蛋清面膜还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不仅能将皮肤中的细菌杀死 还能缓解皮肤炎 如果皮肤上有伤口或者是已经化浓了 用鸡蛋清肤在上面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大家在敷鸡蛋清面膜的时候 要注意不能敷太长的时间 敷完之后一定要洗脸 如果没有洗脸的话 会导致细菌的滋生 四、抚平面部皱纹 鸡蛋清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单糖 这两种物质也是皮肤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 美眉们经常用鸡蛋清肤脸 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去皱除皱的效果 只需要将一个新鲜的鸡蛋清充分搅拌 直至起末 而后加入蜂蜜 继续搅拌均匀 在涂抹于面部皮肤上 让鸡蛋清面膜自然风干 最后用温水清洗干净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皮肤非常天干的美眉们慎用 避免皮肤越来越干燥 五、去除黑头 使用鸡蛋清来敷脸的话 就可以帮助你把凡人的黑头 给去除的一干二净 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 只需要直接使用一颗新鲜的鸡蛋 把它敲开 剔除蛋黄之后就留下澄清的蛋清 然后可以用一把刷子 占取少量的蛋清刷在我们脸上 长有黑头的位置 等到蛋清变干了我们 就可以把它撕下来 这样子黑头就会粘附在蛋清上面 也被撕下来了 我们的皮肤就又重新恢复了光洁 用鸡蛋清肤脸的注意事项 建议多了解下 一、皮肤过敏测试 在用鸡蛋清洗脸前 最好先做皮肤过敏测试 鸡蛋清中含有细菌成分 使用后有可能会产生 皮肤过敏的情况 尤其像是敏感肌肤和本身皮肤 就对鸡蛋清过敏的人 更是要谨慎使用 使用期间 如皮肤有任何不适感 都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鸡蛋清 并用大量清水将皮肤冲洗干净 二点两三天使用一回 大家都用自己制作的面膜时 还要重视我们自己使用的频率 绝不能每一天都用 隔两三天使用一回是较好的 这样大家的肌肤才会显得越来越健康 去皱美白的作用也会更好 三温水清洗 敷完面膜 直接用冷水洗脸的习惯 对肌肤也是不好的 一般敷过面膜的肌肤 因为处于吸收过程中 相对来说有些脆弱 所以更建议用温水清洗 清洁干净不容易刺激肌肤 之后再用用冷毛巾敷面 这样能促进毛孔收缩 最后再使用其他的护肤品 四搭配其他的东西一起 用鸡蛋清敷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天天都去敷脸的 同时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一起 这样效果是更好的 三蛋清敷脸多久好呢 面膜时间为15至20分钟 如果某一次面膜涂少了 或者调得比较稠 那么一定要在干之前洗掉 干透的面膜无法给皮肤 补充水分和营养 反而会夺走皮肤中的水分 蛋清对皮肤有很多好处 用鸡蛋清敷脸 可以紧致皮肤 控油 缩小毛孔 嫩敷等 如果你长期敷蛋清 皮肤会衰老得比较慢 一般是用鸡蛋清混上牛奶 一起涂抹 一般涂在脸上 干了之后就可以清洗掉 具体时间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皮肤吸水量 吸收快慢不一样 建议敷脸半小时后再清洗掉 然后涂上面霜就可以了 温馨小提示 敷鸡蛋清的最佳时间是晚上 晚十二时至凌晨三时 是皮肤自行修补 受损细胞的时候 因此在这段时间 以前或睡前敷最佳 有助于将养分 随心沉代谢送入肌肤底层 鸡蛋清面膜最好是每周一次 连续使用一个月 对皮肤干燥有明显效果 秋冬天气肌肤干燥 是很好的护肤帮手 调制的时候可以稍许稠一些 均匀敷面的同时 给脸部做做按摩 起活血的作用 综上所述 鸡蛋清肤脸护肤 所具有的效果好 但是在选用这一方法的时候 大家也要结合 自身皮肤的实际情况 并且注意控制好时间 在敷完脸后 及时清洁干净 以防止一些 不必要危害的发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幸福美满